曲 李宗盛 昨天真心刚讲到那个问到那个问题 就如换文殇文修金刚三昧 其实这句话不是讲玄的 如换文殇文修嘛对不对 金刚三昧 这个不是只是讲玄 最后果地觉的名字 他就是叫出击行者最初下手也是 要以一词法念念观心 法门之中就是念念观心为要 所以如幻这二字 它不是告诉你它好像是幻 不是 佛门之中在跟初期行者讲的一些文字 你都要把它当成行为说的 要把它当成你现在能够下手处讲的 所以如幻的如幻两个字 就表示你能入一切幻 如幻就既然叫如嘛 你能如一切幻 如字有入的意思 有入的意思 所以你要入一些幻 幻是什么 就万化中 幻者万化意 如幻温熏文修 为什么如幻呢 万化一定是幻 所以你敢担当每个感受现前实 你就知道 那其实就是觉体的随缘 没有觉体随缘 哪那么多感觉 所以你在道理上已经明白 如果是不明白就是道理 你要怎么参如幻是不可能的 所以理路若亲 你在每个感受上面 你就能够慢慢心里面就能够沟通 你就知道那个如幻 然后你就不断在如幻之中叫闻熏闻修 因为你明白那个如幻了 所以每个念头起初 其实你就已经在熏悉了 叫闻熏闻修 你将来就在这个上面能入金刚三昧 为什么叫金刚三昧 金刚叫不坏 决心在感受一切感受时 决心从来不坏 不但不坏也从来不变 所以你能够入如是金刚三昧 有念念之间三昧叫镇定 你要念念之间就是在如是法中镇定 镇定的意思不是有个行为叫镇定 就是你明白决心时 那决心就念念熏悉 这样的就是镇定 因为你在感受当前 你就不会多在感受 但你一定更明白感受 在这个上面叫镇定 如幻闻熏闻修金刚三昧 但是你要是不这样子做 你永远 你也不知道佛法在讲什么 所以既然知道如幻闻熏闻修 你要说那如何能够打用在那个生活中呢 这句话要如幻闻熏闻修 念念之间都能够如幻 那念念之间都能够不断地返熏反修 这就是供养观世音菩萨原童长楚 我从小就是这样 上学的时候就是看到老师说话 语气表情 以及他说出来的字 我都是大概的去猜 所以这是我今天来世娘 最底下来讲的 就是这样 那也好 因为你已经习惯这样子 你已经用熟了的如实方法 其实但是大部分道理 你也会从经文中去看到 对吧 祖师讲的东西 还有师会在于影片里面有文字啊 就是那个理一定要熟 然后你看才能贯通 所以这里面一定要有罐子 就贯通的罐子 所以这个金字叫贯通意 那就表示你心里面要入那个文字语 心要入理 你才能贯通 不管你看了 不管你是用看的了 不管你是心里面怎么思维的 但你会发现那个方向不变 方向不变 但是理不通 心不明 那你说理是什么时候通 你发了决定心以后慢慢就会通 那理通不是说一定到大通 理通就是最初那一念心 因地心中就叫理通 你发了一个决定心以后 那个方向明确了 你会发现 虽然那个理还不叫做最圆满的 但是那个理从因地心中开始 它已经能够不断地接应你 它就带着你走 所以我刚刚跟你讲 我真的要明白决心的话 决心将来会环馈于你 现在的一切 是对是不对上面 应该应有的行为 对吧 你要是在是对是不对上面 想要去找的话 这样你会发现 它还是流浪在烦情的那种 夜感束缚你 所以当你觉得这样做 对不对时 你先要告诉自己 对不对 那都是次要的 你先要明白决心 所以我师父一直告诉你 你就这样做 对不对当下 你就要知道决得者谁 你也相信说 将来你要是体会 这样做对不对 你都明白一个决得者谁 那个决得者谁 就再也不是你过去 对与不对的业力 你先超越出 对与不对的业力 你也绝地相信 决心就会还你 什么叫又对 什么叫不对 对与应该如何行 不对应该如何行 那是将来决心 一定给你的方向跟指挥 你现在用 我们凡情现在夜感的 那个心念不要讲智慧 那还不是智慧 你再分别对不对 没有意义 那一点意义都没有 就算你觉得对了 将来还是轮回 没有意义 所以既然是属于轮回的 将来它就会起怀疑心 估计不是对吗 现在怎么又好像不对了 所以世间法中永无对错 不肯跳出大梦 你在上面去寻觅是对是错 那还是只是随它轮回流转而已 所以道理是跟你讲 你就是你心中要是真明白道理 有的时候发心 就不会再有疑虑 所以在这样做对不对时 你马上提问的是 决得者谁 决心在哪里 因为你知道 你就不会像一般人讲 那只要知道决心就好了吗 这么样最浮浅的问题 他不知道 当你正得决心时 决心就能够还你一切决 知道吗 而且就还你一切大决 知道你们不会问问题 然后问什么初学的下手处 其实这个问 你再怎么样问 我怎么回答 你都不知道怎么下手 佛门中的教育 跟一般的民间信仰是不一样 佛门中的教育 可能跟世间上有很多的教育 也似乎不是相同 因为佛门中的教育 就是直指心性 明白心性 就是佛门中的教育 所以古德都会说 一切法门 民心为要 最初一定是民心为要 一切行门是尽心为要 听过吗 对吧 这句话是听过 什么叫民心 就是每一个行为上 你要明白你是什么心 就是民心 你那天之间 就在平常任何行为里面 去体会那年心 体会你是发自于 出自于核心 加来成就于什么心 你都要清真楚楚 虽然佛门中有道家 直接到家的法门 就是师父常讲的 为此一事实 就是在决心上认的法门 可是一般人叫你去 就在决心上认 你发不起这个心 你解归不了这个心 所以他总是要在 他现在习惯的生活的感受里面 你要让他去明白 每个感受 你要先懂得发什么心 这个他愿意 对吧 因为为什么 因为毕竟想要学佛法的人 他一定先懂得叫善法 懂得善法的人 他当然去甘心愿意 你在每一个念头每个行为上面 他会审视 他只要知道他是发什么心 其实这样的行为 在佛门之中都叫前方辩 都叫接应 为什么叫接应 当你在每个行为里面 你都知道是发自于什么心 你是起乎于什么心 将来成就于什么心 久而久之你就会发现 你就再也不是多在 感受最末少的那个沉闷 业障众神 你是在每个念头起初 你都是看得到心性的作用的众生 那个心性还不能够叫做 将来明星见性的时候讲的心性 但最少起码在现前的应用上面 你已经守得住世间心性 因为你守得住世间心性的人 他在问你 那你在感觉之中都知道心性的吗 那他在问你 那你的那个能明白心性的 它合成是哪个感觉 你突然发现 你能够解读一切心性 你能够明白一切心性 当然这个心性包含一切感受 一切法 当你明白一切心性时 你会发现这一念心 它是超越一切感觉的 对不对 因为你都在解读心性嘛 你在解读心性时 就不是我们过去讲的那种 着相众生 就再也不是着相众生 这个时候再跟你讲 心性是哪一法 你就会知道 原来心性非种种法 是吧 因为你是怎么体会它非种种法 因为你是体会到心性 它能够成就种种法 能成就一切法处 你才能够体会 当下知道心性一定非种种法 你不会拿哪个法来量 它是什么心性 因为它可以成就一切 在喜能够知道喜的心性 在怒能够知道怒的心性 喜怒哀乐 种种差别心性 现前时 你都能够明白知道 你都能成就 那你都能成就那念心 你将来就会知道 它绝对非喜非怒 非爱非乐 它才能够起身 是喜事怒 是爱是乐 反过来说 中国佛教的逻辑 就是汉人的逻辑 就是它能够 是喜事怒 是爱是乐的那一面心 它绝对超越一切 喜怒哀乐 你都不能拿 它是喜怒哀乐来量它 它是喜难的 不是这段路吗 对吧 你就自然而然 你就会在一切感受当前 你就会用到什么 对吧 你就会用到那个最初体会 虽然还在世间法 但你已经最初体会 什么叫明白心性 这个也是最初讲的 一切法门 明心为要 明心为要 当你能够真正在这个上面 体会明白心性时 师父在跟你讲 初世间的法门 那个感受当前 你都要知道 绝得者谁 你才能够相信 你才能够愿意 回光 不然刚开始跟你讲 一切感受现前时 每一个感受 是好是坏 是软是硬 你都要知道绝得者谁 你用不到那个心 为什么用不到那个心 因为潜在意识里面 就跟红尘过去 每一个人的 众生习惯相应 他是跟众生习惯相应的 他根本不可能想要回头 没办法回头 但是因为你们要学佛法 因为你们懂得 在这个世间上面 你就再也不是那种 甘心于世间红尘中 流转众生的业力 所以跟你讲 要懂得善法 你一定愿意听的 但是一般民间的教育里面 或者一般民间宗教的教育 他就是只是在善法这个区块 他没有说善法背后 那个真正超越生死的那个区块 他没有讲到那一点 他只是不断地教你行善 佛门之中可以假借行善 假借教你实善业道 实善行 但是在善行之中 他将来能够你去体会 那个能明白一切善行 能明白一切善行的那念心 你突然才会知道 他非种种善 他超越种种善 他才能够成就种种善 这个时候你才能够在善行的后面 你突然看到佛门之中 讲到那个初世间的道理 能够突然一下超越世间 也就是昨天 那个谁真亲问的 突然超越世出世间 两种殊胜 有两种殊胜 所以你要问 佛门弟子要从哪里下手 就先问自己 你这一生中是不是愿意 只是随烦情过去众生的业力 只是甘心流转 假如你不甘心流转 你是不是愿意在世间法中 最少清楚那世间的一切因缘果报 你是不是知道 在每个行为里面 你是不是愿意去担当 每个心性上面 都懂得你如何防恶止非 你懂得防恶止非 就是念念之间 懂得积极向善的人 他就是最初发起的学习性 也就是佛门讲的 命变因果 最初发起的学习性 佛门讲这个没有过就 为什么没有过就 佛门讲这个前面是方便 后面有他毕竟的接引 所以前面跟你说善 跟你说实善 都没有过就 但一般人讲的 就是只是这个 那将来他只是把 世间善行当成一个宗教 世间善行当成了一个法门 当成了佛教的毕竟 那个就有过就了 那个就有过就 因为正面心 他本来非善非恶 正面心他能够知道善时 决心知道善时 决心不是善 决心明白恶时 决心不是恶 但是他是知 我说的知恶 不是像过去 像剁在恶中 恶中叫什么 恶中叫着相 你才会剁恶 就好像镜子 现黑现白 镜子为什么能 现黑现白 因为他是明白一切黑 明白一切白 但不能现黑现白 还是镜子吗 觉得不是镜子吗 当镜子能现黑现白时 就像决心 能知道是善是恶时 决心是明明白白 能够知道一切 世间法的道理的 于是叫做善 于是叫做恶 他是明白道理的 但是不明白道理 叫什么绝 可是众生是在 明白道理中 明明你的心性中的明白 你却抓到那个像以后 只是随着你所谓的 明白沉沦 那是反复 那是根本反复 所以刚开始的修行里面 他还是也是要教授你 明辨因果 你要懂得明辨因果 都念念之间 愿意在世间法中 看得到你的心性 用儒家的 那个修学 教学的方法 在每一个作用上面 每一个行为上面 哪怕一 一个举手 一头足 你都知道这些 动作当前 它代表了什么样 心气 心性的产生 所以你就会观察维系 这个人只要观察维系的人 他活在世间 一样活在世间 但他绝对不是 感受最末梢的沉重 所以有的人他 一天到晚活在 感受最末梢的沉重 只会问 师父我怎么样跳出烦恼 师父我怎么样走出困境 师父我怎么样走出瓶颈 你已经执着于烦恼的最末梢 你已经常常习惯于 在每个感受的最末梢 你怎么可能走出瓶颈 所以你根本不能走出瓶颈 唯一能走出瓶颈 就是这个瓶颈中的 那个业力消了 你才能走出来 什么叫业 就是造作 你随着他造作消了 你就走出来 为什么跟你讲 他造作消你能走出来 因为他知道一切法无常 一切法是轮回的 你才业力消 所以刚开始业力 他有发生 有浓 他一定能转蛋 但是就在这个转蛋后面 你是不是期望在转蛋后面 你不愿意再受如是业力 这个人还有点善根 可以跟他讲 业力消了走得出来 一般人业力消了也不见得走得出来 为什么 因为业力消的时候 因为他抓着这个感受 他已经习惯抓着感受 所以这个感受的业力消失 下个感受又起来了 他又抓着 他怎么可能消 怎么可能消 我说到他不甘心流转的那个人 他还是在什么 他还是在这个抓着的那个力量上面 说不甘心的 他只要在抓着力量上 有一点心里面的惭愧 有一点的不甘愿 这个人还有机会走得出来 但走得出来都不是佛法的究竟 为什么 因为你觉得抓着 你觉得不抓着都还是觉 都还是觉 所以你要是在上面抓着 你找一个不抓 你找一个不抓 其实你当下你以为你好像不抓 能够有暂时的解脱的那种感觉 事实上你要明白心境的话 你就知道那个不抓 暂时的解脱 那还是流转 跟你过去抓的是同样的业力 只是业力之中有两种项 一个是忽然现好忽然现坏 但是现好现坏 他们都是根本轮回 那是同样的业力 那根本轮回 他会不断的轮回 但是在轮回之中 有一个知道轮回的 能够再好再坏 再抓再不抓 都能够明明白白那念心 它是不受轮回的 但是它现前处是明辨一切轮回的 那念心是你天天在用的 你要是没有那念心 你哪来那么多的变化 哪来那么多的轮回的感觉 哪来那么多的意识上的转变的 那种心里面 你可以的认知 绝对不可能的 所以我们在这上面 你不敢去找到这一念心 你当然只是在感受那个区块里面 一直想尽办法 想要怎么样避开 想要怎么样逃离 那个叫就算你有这个心 都叫愚痴 都叫愚痴 所以佛门行者 若是你说怎么用心 第一个 你要是发小心的人 先要懂得用尽善心 明辨因果 第二个你要发究竟心的人 就当下发菩提心 什么叫当下发菩提心 就是这一生之中 我要找不到我如是的根本 决心的本来面目 这一生叫辜负自己 你要发这个心 你不要小看这一句话 你不要小看这个声音 这个声音有的时候 它就转变你将来在生活上 每一个行为上面的 你应对的智慧 它是完全不一样的 这叫行者发心 有的时候行者发心 就在那一面间 他懂得这一生中 他赋予什么样的担当 赋予什么样的方向 有什么样的志向 这个人他就具足行者的作用 有的人他在 说他是佛门弟子 说他是佛教徒 想学佛 可就在这一面心上 他都还自己理不清楚 自己发不坚定 你不要说他能学 后面的佛法能不能学 他要先学那一面心 那一面心若是得到坚定 那一切法自然能成学 就能成学 所以不单是学佛都要如实做 学世间法也是 学世间法你不管学什么 你会发现 有的人为什么他学什么 都很入心 学什么都很迅速 因为他那个学心 他自己那种毫无疑虑的 那种学心 那种好要求学的心 心中明确 那有的人同样东西 同样的用功 他为什么就不能成学 就是他潜在意识 行为上他每天接触 结果潜意识里面 他还是自我怀疑 自我排挤 或者是他根本没有志向 所以他就不能成就 他永远就难以成就 就是如此 我们有时候要学的 就是这念心 这念心是将来成佛的种子 而且这一念心 尤其是像大道的那个决定心 你没有这个决定心 有些道理你怎么参 有些道理你怎么听 不见得能够会心 你有了这念决定心以后 这念决定心像什么 就像那个流浪的孩子 想要归家 一踏上归途 那心中的那种决定 心中那个必然 坚决 那念心 你若是剧足以后 虽然就算是刚起步 你会发现 那起步的那条路上 那面对的一切道理 一切困难 困难都会变成你 敢于面对的勇气跟智慧 它就会不一样 决心不同 发心不同 将来你活在人间 面对你所有的一切时间 一切境界 你回馈在你心中的就有不同 所以真的是凡夫 不要想要说 怎么样逃避 什么样的现在的逆境 因为我们凡夫 一定都是逆境 你将来成圣成贤 将来或者是想要修行 都还是面对逆境 面对逆境来的 但如果你在面对逆境的时候 你是什么样的心中种子 心中种子不同 你就是固定凡夫 或者是固定行者 就是就近行者 先学内内心 内内心是不可思议的 最有很多人到学佛的时候 就习惯问 怎么样离开烦恼 为什么要烦恼 怎么样去避开 怎么样化解 没有化解 世界人所有能化解 能够跟你讲 能化解都是骗你 假如说真的有什么方法 能够帮你化解 那都是一时麻痹的 你每一次每一次化解过后 你那个产生的就是 每一次化解时 你那时候抓着 真的以为能够化解的那种假想 那不就是着相吗 还是抓着那个假想之中 以为真的有化解 光这个觉得真的能够化解 这一念心心理学上都知道 将来就会再碰到 那个难以化解的境界 是必然 那就是轮回 那就是轮回 但是在感受之中 它一定是轮回的 你觉得感受 觉得能化解 觉得不能化解 那个决心是永远不受轮回的 你没有这个不受轮回的 这一念心 哪里那么多什么能化解 不能化解 这种感受的现前 不可能有 因为那些感受 自己不会有感受的 你有决心 它才能够成就感受 所以我们不愿意 住在决心上 看一切感受 这就是众生凡夫的业力 所以你只要抓着任何感受 说你想要化解 永无是处 你不可能化解的 因为每一个人生都是一样 都是从逆境之中成长的 当然你会说 有的人他这一生中 好像很有福报 没有什么逆境 一生很顺境 顺境就是他的大逆境 你知道吧 因为你觉得顺跟觉得逆 我刚刚不讲的 你只要被觉以后 觉得顺觉得逆 都叫做什么 都叫做 还叫流转 还叫轮回 你越觉得顺 你就是在准备将来的逆境写前 虽然这一生他不会陷 那将来一生中一定是 因为顺境之中 心里面是没有智慧的 将来一生中 一定是一个很可怜的人 很可怜的人 因为只要在感受前面这个区块 你讲尽因果你都知道 但是你要跟你讲尽因果 它不是究竟 所以在感受前面 你要明辨因果 明辨因果是要让你知道 你再也不随感受流转了 因为你不随感受流转 我再跟你讲 到出世法这个区块 你才能相信吗 你还在抓着这个感受 这个区块这么刚强 我跟你讲说 还有一个区块 是根本超越你现在 一切所以 所以 现前感受的一切 所以为是 自以为是 你不可能相信 你不可能 因为前面就是这个 眼前就是这么一些感受 怎么可能相信 还有一个决心的存在 是绝无是处 但是只要告诉你 要是要被决以后 在感觉上面的任何下手 任何用的心力 都不可能是究竟 一个小小的痛苦 在他心中就马上崩溃 直跺地狱 一般长寿苦的人 一点小小的痛苦 他还可以忍受得住 但长寿他们太有福报的人 一点小小的痛苦 可能就是他这一生中 所有的一些善根摧毁之时 这是很可怕的 这是下手处 其他没有下手处 所以因为懂得这些道理 所以才叫我念 南无阿弥陀佛 因为懂得 为什么要念阿弥陀佛 因为我要修这念心 所以我懂得那念心中 决心的不可思议 我常常有圣人的名号 就是那个圣人的名号 会潜移默化给我 我就自然而然能够 守住这念相圣的心 所以那句 南无阿弥陀佛 都不是依赖 你要有这念心时 你不管念佛 不管打坐 不管持咒 你都不是那种依赖 都不是那种幻想怪力的发心 那都是什么 那都是行者跟学人的作用 行者跟学人的作用 给他一句佛号 他就知道这句佛号 就是不断潜移默化 念念要掌养的方向 你给他一句咒语 就是他看到心性之中 他能够成就智慧 承担的那个力量 你给他参参什么不二 那个不二就是告诉自己 那个心中本来仅仅 能担当一切二的不二 他才能参参 他才能够得力 所以他再给他什么 他都在决心的道理上说 而且不单是在决心的 回光道理上讲 他也知道是当下应用时 他启程了什么样 绝招的智慧 他能担当二 就是他绝招智慧 这个法新就不同 学人法新跟行者法新 后面所有的行为 它背后不只是行为上面的象状而已 每一个行为虽然都是象状 可是那个象状 它都是念念之间增上自信 都是增上自信 什么法门是败坏自信的 比如说你有所得 比如说你觉得 哎呀这过去有烦恼 现在好像真的有烦恼 被减出减轻了 或者是你觉得念佛 相信有佛来会来接你了 这些都是自己 回避自己心中的真上门 那都是潜在意识里面 你虽然修的是善法 可是你是用最卑微的念头 里面跟它相应的 你做的就是最卑微心中的那种概念 那都被你的决心不相应 绝不相应 这是下所处 所以明白 明辨发心是下所处 所以古得一句话 一些法门 民心为要 这用民心之中 讲尽一切道理 讲到最必尽的民心 然后讲到 你在行持之中 你应该懂得的民心 再讲到最初发心时 你应该要先立的 那个明白心性 人的心中的方向的民心 叫民心为要 好吗 师父 嗯 他问我 他说 他今天曾经每天都念阿弥陀佛 无量度情 无量度情 说平等绝经吗 平等绝经就去不了西方 然后那个 他问我 你说 往上基督世界就可以放在建佛了 到基督世界就能放在建佛了 我跟他说 他说 你刚刚的问题是念佛 就真的能够到基督世界吗 是不是 你刚问的就是问这个 他说念佛到基督世界 阿弥陀佛接远 到基督世界就能化开建佛吗 嗯 然后 嗯 然后 我会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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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已经化开建佛了 你有音乐 配乐 配乐 就是 就是 到基督世界就能放在建佛了吗 他的问题 他 然后我告诉他 基督世界有三倍油瓶 嗯 一直以往上来 也是在下面 你回答他是被他套进去 你不会啊 不是 我先师父教你 你这样回答他被他套进去 因为他问这个问题的因地发现已经是错了 土南问题里面你就知道他就是跺在凡夫的那种 以为有圣人来接 以为有个力量来接的那种角度上的 那念佛阿弥陀佛来接应 会不会化开建佛 完全都是过去凡夫在那种封神榜故事的意境里面 那种那种情境 所以再跟大家讲三倍九品那都是已经被他套进去 完全被他套进去 你要告诉他心性 你要问他说你相信你要是常常亲近大山 你心中不会转变成大山的气概吗 你不会在心中真正智慧开发心中就有大山的高远吗 你问他会不会有 对不对 假如他知道是心性之中的那种 你硬觉心性中潜移默的传达 他当然知道那念 南无阿弥陀佛一定能转叛 烦醒在哪里 就是你的意念转变时 你虽然还没有离开这个娑婆 你再看到娑婆 就跟你过去看他不一样你相信吗 所以我佛经中常说 我说佛经中常说的种种批语就告诉你 同样活在一个世界里 我们心性不同所见不同 所以释迦牟尼佛也实现 他看到的说佛是琉璃菩地 即黄金菩地 我们看到是荆棘遍地 对吧 这意思就告诉你什么 心性不同所见世界不同 圣人在这个世界里永远是圣贤的世界 圣贤的道场 诸佛在这个世界里永远叫做佛国净土 释迦牟尼佛看就是佛国净土 就决心看到任何地方哪个不是佛国 都是以绝应绝的道场哪个不是佛国 你站在烦醒的角度在看佛国都成娑婆 你信不信为什么 我现在站在烦醒的角度上 我看到是不是我决心的作用 但是我烦醒的角度上看到决心的作用都成娑婆 不是吗 你念这个决心的作用也没有离开过你啊 我们现在不是每天都在决心的作用吗 你有离开过决心的作用吗 你每一个念头都是决心的作用 可是你是站在烦醒的那个角度上 你再去反看决心的作用也都成娑婆 不是吗 你将来在哪里可以看到什么叫佛国净土 你将来在哪里看到佛国净土 你将来是在决心上看一切时就是佛国净土 所以你相信念佛有三倍九品吗 你当然相信那个时候讲三倍九品 再也不是那种幻想怪力包接到哪个境界 你那个境界有三倍九品 你是知道那个念佛以后 你从身转熟有三倍九品 心性当然有啊 怎么会没有三倍九品呢 你因为你已经知道以绝应绝的作用 你相信这点决心 我念一个圣贤的名字将来在心中 就能够慢慢潜移默化成圣成贤的作用 这个作用一直到将来毕竟成圣毕竟成贤 叫三倍九品 这个过程你当然清楚啊 这个当然相信一定有三倍九品嘛 那个时候能不能化开见佛呢 那每一次你再念佛 真正用到这念发心时 你就会发现心中的不断的转变 心中的转变就是新华开发 一直到什么程度 一直到毕竟照了如是圣贤的绝兆 什么叫圣贤的绝兆 就是起身圣贤的 所有一些功德叫绝兆 那叫成佛 对吧 佛心我们都知道叫大绝 但是用到解释 你可以用到种种不同 你毕竟照了 一起圣贤的根本绝兆 根本性德 那叫见佛 所以假如说你知道有花开见佛 这个人不但是将来在念 南无阿弥陀佛 信心他能够信愿十足 他甚至于学世间法 他用到这个念心 世间法也能成就 因为他就知道 我只要老实去学 天天去训习 我一定面临这些 心性就有转变 如同三倍九品 我一定相信 只要训习 我将来心性一定能够成就 我将来一定能够深入原底 朝见必见 这种人发心 跟别人发心就不一样 是完全不同 用到世间法 你都知道这种花开见佛 何况你不相信 这个花开见佛 所以 我为什么刚刚跟你一讲说 用平等绝经 又去不了 因为平等绝经 那个学派 就是把 这个净土法门 讲成了一般民间信仰的依赖 听他讲的都是叫你到西方 可是这里面文字跟语言之中 隐藏了多少 就是让行者 让学人 从此以后背离觉醒 老是抓着那个感受上的幻想 有个佛来接了 花开 怎么样的九品 然后都是堕向的语言 拙向语言 他根本一点心性都不说的 就是这个学派 叫做 这个 这个平等绝经 这个尽忠学派 就这个学派 所以他们自己念佛 念到最后都自己都说 基督耶稣也是阿弥陀佛 对吧 摩罕默德也是阿弥陀佛 他为什么基督耶稣跟阿弥陀佛 能够扯在一起了 因为他把阿弥陀佛 就当成神明依赖 神明依赖 他再也不是决心上以硬决的行者的作用 他不是佛门之中大教 在决心上开发的那种担当 他觉得不是那开发的担当 你要是真正知道 那个决心开发的担当当下 你就绝对相信 我只要一念 志诚肯契 念那个圣人名字 我就念念之间 从这个名字之中 算凡成圣 那凡情就不在 因为没有一个人有一定的个性 就像孟姆三千一样 你但要转变你的环境 环境在哪儿 就平常的熏悉 你自己的发愿 那叫志向 志向明确 平常熏悉要是明确时 这个人心性马上能转变 对吧 就像周处 他的心性明确时 他还能马上 他还能够破恶 能够向善 马上顿时能够向善 他能够马上转变的 这种法门叫什么法门 这种法门就是净土法门常常说的 接引法门 你要相信那个接引 所以讲到接引法门 这也不是过去 为什么师父要特别讲接引法门 因为过去讲到接引法门 你这就是什么 就是封神榜 你认为的接引 突然来一个大手 牵你的小手叫接引 假如大手能牵小手叫接引的话 那那个大手应该早就来接啊 那为什么还要戏弄众生呢 有的人说那你好好念佛啊 你好好念佛大手才来接 那我好不好念佛 你大手不能叫我好好念佛吗 不现在人都说一他利吗 现在人都说一他利 一他利的话 假如一他利的话 我们现在应该找到西方 他利啊 阿弥陀佛早就应该救我们 直接叫我们 带我们到西方去啊 叫他利啊 那有的人说 你要好好念佛 那他利才跟他利相接 我先不讲别的 我好不好念佛 你是不是他利 可以叫我好好念佛 对吧 他利啊 我干嘛要自立 你就叫我好好念佛 你连他利叫我好好念佛 你都不能有他利 你何况你的他利 可以带我到西方 绝无是处嘛 那些都是梦中语言 所以只要讲到接引时 讲到那些 你会发现 现在的净土中 就把你带到那些 封神榜的那种幻想 佛门都不是这种幻想 尤其是净土大教 尤其是净土行者 那个才是真正知道 那个 尤其是我们现在净土法 叫持民念佛 为什么叫持民 对吧 持民的意思就是行者 因为行者都在决心上看的 在心性上承担的 什么叫持民 就是立民墓 就好像你出师打仗 一定要有民墓 没有民墓 你会打派仗 你行船入海 你都要有民墓 没有民墓 你就必定沉船 船沉在大海中间 你一定要有民墓 所以我们叫持民 过去的所谓一些古人 他可能民墓 心性正确 你给他讲任何道理 他就在心性上面去会 现在人心性 已经就是越来越疏远 他不懂心性 所以早立民墓 告诉你圣贤的民墓 那句南无阿弥陀佛 它是圣人的民墓 你只要常常念在心中 他就会转你的心烦情 你就会体会那圣人的境界 你不要怀疑 就是我常常讲的 你要去清见大山 大山也是一个民墓而已 就是一个民墙而已 但是清见大山的人 久而久之你心性之中 就再也不是凡夫那种卑微 那种确弱 世间之中的心性中的转变 潜移默化的这种接引 你要是相信 你当然就相信那句 南无阿弥陀佛 所以南无阿弥陀佛 一定到西方 但是那个西方 是你见到心性的西方 你将来也就会知道 你什么心什么世界 是必然的 绝对不是别人赋予你的世界 怎么可能呢 别人赋予你的世界 这里面就要涵盖到 刚刚师父讲的 别人赋予你的世界 你就有世界了 那能赋予你那个世界 就是什么 就是最不慈悲的 因为他现在早就来赋予你了 他为什么不赋予呢 他为什么现在不赋予你了 所以就是因为他现在不赋予你 我们现在既然还在红尘之中 还在受苦表示 他就是没有能力赋予 所以你要转变一个心念 当我们心念转变之时 我就刚刚跟你讲 最初下首处就是懂得心性 你要转变心性时 念一句南无阿弥陀佛 你都相信 那个心性之中一定会变化 那个变化之中 你相信绝对西方 你要是绝对西方 这种人 他不是在那种世间那种 那种卑微的 那种情想封神榜的 那种神话的那种意念里面 望所尽土 他会念念之间看到心性 你连念佛 你若是念念之间 都能够在心性上承担的人 今生就算没有到极乐世界 将来你再还得人间 你都是面面看到任何气势间 看到大海 看到大山 看到任何气势间 你都明白心性在那里 那整个世界对你来讲 就是活的 整个世界对你来讲 就是道场 整个世界就是什么 就是最初你看到的西方极乐 是活的 但是假如现在你念一个佛 你都说阿弥陀佛要来接我 阿弥陀佛要怎么样 我能不能去都在起这种心 因为你都是 只要问能不能去 就表示你不明白心 你才问这句话 所以刚刚师傅说 他只要一问就知道 他根本因地发心就错了 一问我就知道你的心在哪里 你就知道你的发心 你的这句话的口语 是出自于哪里 只要是这句话 你将来就算再来人间 看到大山你只觉得卑微 看到大海你只觉得自己好像很委屈 所以你在气世间中永远是负担 那个气世间中就永远没有什么 没有以绝应绝的作用 没有以绝应绝的作用 这个世间就叫什么 就叫无名世间 就叫暗障世间 就叫暗障 所以他一开口就知道 你问错 他的因地错了 所以这个时候再跟他讲九品 三品 三倍九品 所以我才说真卿 你别他套进去了 不在这里讲三倍九品 实际上在新兴我跟你说三倍九品 他又问了 其实没有区别 但在角度中不同 所以现在人他根本不是在心性上说的 老是在文字上面 他就忘取忘取区别 更何况佛门中的行者发心 一定有一个最先的发心 就是法门无量誓言学 对吧 当你要是真正懂得法门无量誓言学时 你那一面能学的心有没有区别 不会有区别吧 他才能够法门无量誓言学 就是我常讲的 那个要是小孩子学你的孩子 他突然想要发了一个向学的心 他那个向学心 不管你给他学数学 不管他学语文 学什么东西 他都能够起成号要学习 学的科目有差别 学心有没有区别 绝对没有区别 所以你要站在学习心上 你给他什么叫天台 一心三观 你给他这个华言法界 法界观 他只是在心性的不同角度上 去解读这些名词 他不是有区别的 他不会有区别 那所以说在天台之中 你要懂得心性的 就是这个天字 我才能跟大家讲什么叫做天 中国字已经写的一大为天 天台中 讲天台中就是告诉你这个一大 所以叫做法华 成佛的法门 什么叫一大 你要永远相信你那个决心 他能够现出种种感受千变万化 他永远是一 为什么永远是一 假如他已经千变万化 他已经多在两个变化里 他就不知道变化了 他就多在黑 黑就不知道白了 你还怎么变 对吧 有的人说他再黑 然后他又能变白 那他再黑又能变白 是他到底有没有变黑 你就搞清楚 他到底有没有变黑 他要说他已经变黑 他就不能再变白 他要说他变黑变白 他就没有变 没有变就是不变 他还能变白就不变 决心就是如此 他能够随处都能够起承 是种种感觉 随处都能够明白一切感觉 那他就是根本不变 那个不变之中 你在这个 你在这个不变之中 你才能 请坐 坐在这边 你坐在这边好了 南中坐在上面来 你就是 他本来就不变了 不变你才会有那么多 琳琅满目 种种千叉万别的感觉 假如说那个决心 若是有变的话 你哪有那么多千叉万别的感觉 对吧 你就没有千叉万别 你就也就没有感觉 就像镜子照射 镜子为什么能够清黄赤白 他随缘都能够显现差别 能显现差别柱 你才知道有镜子的作用处 可是正在能显现差别 镜子作用处 你仔细思维 镜子能现清黄赤白时 镜子都从来非清黄赤白 他才能够为你献清黄赤白 对不对 大家坐过来 那回过头来讲 汉传佛教的逻辑 就是他正能够为你献清黄赤白时 你就更明白他一定超越清黄赤白 对吧 他正在帮你献清黄赤白 因为他在为你献清黄赤白 你就知道能显的那个 你绝对不能拿清来衡量他 你也不能拿白来衡量他 你都不能拿举一法举一项来衡量他 因为为什么 因为他能显一切 这就是佛们之中的逻辑不一样 所以你就会知道那个一大 那个一大叫做天 那个念念之间 你就在那个一大的担当上 叫台 叫天台 你念念之间都在那个天台上 就叫成佛法门 叫天台 所以一心三观 对吧 你现在已经懂得那个天字 你就知道一心了吧 那个心从来是一 所以觉好觉坏 好坏可以有差别 如果是没有差别 怎么叫决心呢 可是你将来永远要知道 能明白差别的一定不是差别 它才能够限差别 因为是讲到决心的作用 它能限出差别的 它一定不是差别 因为差别是不知道差别 这个就要把决心讲圆满 你不是说不是差别 它就不能限差别 要是说它一直不是差别 不能限差别 那这个不是差别 就是差别的差别 它就是一个差别 佛门讲的是一个决体的世界 叫一佛画图 这个一个决体的世界 叫一佛画图 所以你就在决心中看 我为什么能够知道种种差别 能够明白差别 在这个差别变化之中 在这个又能够捕捉 如是差别 在那个差别之中又能捕捉 那你会发现 差别它自己不会捕捉 能捕捉的是哪个差别 从来不是差别 你最初就体会 你心心中担当 你可以在一些差别中担当 那个无差 这个已经有什么 就已经有天台异性三观的作用了 你就是异性之中看 为什么有差别 所以原假嘛 对吧 所以原假之中就知道 有个真心从来不假嘛 就真嘛 对吧 但是你是在哪里知道原假 在哪里知道真的 你不是在真知道假的 你也不是在假知道真的 你是在根本 你比假就知道真 你站在真就知道假时 你是在中间的 因为你既不住假 也不会住真 你才能知道的 对不对 这个中间不是刻意有个中间 是因为你站在假中 你其实就知道真 所以你不会住假 你站在真中 你就能担当一切原假 所以你也不住真 那你到底在哪里 方面就是说你就是中观嘛 就是中嘛 就是在中间 所以有真假中 叫一心三观 你明白这个一心三观时 那就是华言经中讲到 法界的担当 因为你担当了什么 你同时担当真 你同时担当假 你同时去担当中 但你不会在中说中 你也不会在假说假 你心中就是圆融如实三观 圆融如实三观 圆融如实三观 就是法界缘起观 所以要是真正在心性上说的人 他不会再说 华言讲的法界缘起 跟天台讲的一心三观有什么差别 他讲的就是讲到有什么差别的人 我肯定他你不是在心上观的 一定差别 讲你在心性上观的 任何人在心性上观 他就会融会一切差别 就是解读一心嘛 因为你在心性上观的 你能够融会一切差别 能解读一心时 你明白差别 他当下去是融会 所以在融会之中 他不是躲在差别之中 忘说差别的 可是你会 你会起那种欢喜心 那种欢喜心就是 你讲进差别 我都可以一体圆生 一体圆融 但在一体圆融之中 我可以善用一些差别 这个就是我刚刚跟你讲的 法门无量誓言学 他这就是法门无量誓言学 就是在一心中担当 所以说佛门弟子 若是不懂得这一心 就是常常讲的 若不是此心 学佛无益 不懂得这一心 这一身修学无益 只是在冥想上面 不断地忘取分别 那都是忘取分别 而已 所以佛经之中讲经的一切道理 只是让你去明白 那个法 明白天天每天的日用的 那个发心 你懂那个日用发心 你就不会像一般凡夫一样 还是抓着过去的烦情 抓着真的以为有如是用的 那种业障 因为你都是 为什么你不会抓的 真的有如是用 因为你在每一个那个过去 你以为有用的当下 你都在解读真心 我在任何感觉之中 我就知道 决得者谁 决得心不是 比如说我在喜时 我会就知道 决心从来也不是喜 只是现在现喜 对吧 我在决的怒时 怒得再怎么强烈 都知道决心也不是怒 所以才能够为我献 种种强烈的怒 你只要有这一面声音 你已经慢慢在消融 那个怒中的势力了 你相信吗 想要你在过去夜感 那个这么强烈的声音里面 你没有一个打本的声音 你想要从那个夜感之中 出离觉悟是处 永远没有进气 不可能的 所以那叫必进法门 那叫旧进法门 你决心感觉 为什么能够琳琅满目 种种千变万化 因为我们能够起身感觉 那个决心 从来超越千变万化 从来不是我们现在 以为的喜怒哀乐 你才能够觉得喜怒哀乐 对吧 你觉得我们这一生多彩多姿 是因为我们那个本来面目 从来超越多彩多姿 所以你当下就会在什么 就会在现前的多彩多姿 体会那个能明白多彩多姿 那面心从来不是多彩多姿 要没有这个能明白的心 哪来现前所明的多彩多姿 这个时候你就会在什么 你就会在一切原假上面 你体会那个真 对吧 这个真心的不假 你在那个真心的不假上面 你能担当现前的原假 你在这两头都担当时 你突然发现你在哪里 你又不在假 也不在真 你那个叫忠 那不是真有个忠可立 那是最初你明白忠 但是那个忠是在哪里说的 忠是你当下能担当假 也能担当真 当下原用上说的 那就是法界观 你就自然融入法界观 你就自然能够会通法界观 那叫一真法界 你用得了心 自然能够一切法门就能元收 叫做法门无量事远学 假如在这个上面 天台或者跟华言有什么差别 天台跟哪一个道 或者是净土跟陈座有什么不一样 但有法门还有阻碍 你怎么能实验学了 法门若是有阻碍 那就是发心有阻碍 发心不真 发心若是真实都不会有阻碍 小孩子想要学东西 他发心若是真实 你给他任何东西他都能成学 你说你怎么会学那么多很多东西呢 其实对他来讲 他就是一个学习心而已 他就是好学 那一念心 好学心中 他可以起成 他可以成就种种差别 但是成就差别处 他只有感觉 就那一心 将来我们要是用到那一念心 也就是这样 也都是这样 都是一心而已 那懂吗 那一心三观 是这样的 支持 Agent 是一并能 有一�� 在没有 至於 对 不会 是 太难 totalement 是 忍 瑕 into